地产 保持一种变相的地产的竞争 而且都搞成了宾馆 非常雕种化的宾馆 雕种的房间 雕种的沙发 雕种的设施 老年不愿意住这样豪华的地方 老年需要有一个家 现在有的人搞得像医院 你进去像华号室一样 看到是肥大卦 肥墙 肥腐帽 老年穿的服装也是白的 跑去那等死 这是不行的 所以老年设施 基督养老 一定不要搞得像宾馆 一定不要搞得像医院 要搞成老年自己的家 另外呢 有些老年 我看到很多 还不少 也不是一家两家 老年公园 现在这个空气清新 森林比较多的远郊区 老年比别人化了 住在新的老年公园以后啊 子民也忙得去不了 他们要去回城有很困难 既然交通又不方便 所以也不能把老年计划 最好的办法是要把老年设施机构养老建在社区 尤其建在社区的靠近家的地方 靠近家一路里不远的地方 所以昨天 所以昨天我们交通部的新部长说希望搞一些小型的舒适的安育的 适合老年人居住的老年公园 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 非常好 我到日梦去看 日梦的大概日梦的这个养老设施啊 最多的床位大概一倍多张 大部分是三十张到五十张 小型化的 住在社区 社区的养老服务啊 究竟方便一碗汤 一碗鸡汤不良 可以搬到父母 可以拿到父母家 家里去 所以我希望多搞一些小型的 微型的养老员 另外机构养老 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队系换的时代 专业化的服务是机构养老发展的方向 我们机构养老现在先天一律是不行的 一定要适合不同的老年人 不同层次的老年人 不同文化需求的老年人的需求 当然老年人有刚性需求 人口老年化有刚性需求 老年人有共同的 共性的需求 同时呢 老年人有个性化的需求 所以一定要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向服务对象 以自立老年人 扮实能老年人 实能老年人为主 但目前由于养老机构的专业化不明确 专业化程度不高 造成不能满足老年人 恶性化需求 而造成入住率不高 明确专业化方向 提高专业化的水平 也不至于在西风 洗牌当中的淘汰助局 比如说 目前市场上 助养型的机构比较多 但照顾性的机构 相对比较少 而且专业化水平不高 还比如说我国目前 实质的老年人 大概有一千多万 但专业的养老机构 几乎是空白的 随着人口老年化的发展 养老需求也在重现 是一种多样化的需求 所以机构养老 一定要走多样化的道路 另外我们要大力发展 一氧结合式的养老机构 同时发展有不同的 伤氧功能的构图和基地 我国老年人 带病率比较高 因为人老了 病就来了 二十七百多老化了 所以不少老年人 带有一到三种慢性兵 所以将来发展 一氧结合的养老机构 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非常的迫切 所以在一氧结合上 还有需要专业化的瓶颈 都需要破解 需要创新色目和手段 在发展一氧结合的基础上 要把康养的概念 健康的概念和手段 要引入养老机构 就是你住在我这个地方 身体会越来越好 会更开心 心态会更好 你住的时候 你住在我这个地方 一氧结合越来越多 这样的老年人 不是不够取代 如果是老年人不生病 少生病 晚生病 生小病 减少失能人生的比重 实现健康老年化的目标 大概是应对人口老年化 这个重要的战略 重要的战略 同志们 人口老年化 对养老服务市场提供了 很大的生态 发展养老服务 不仅是解决 我个人口老年化的重要战略 也是发展 服务性经济的 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论做巨家养老 还有机构养老 以及健康休闲养老 都有广阔的前景 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 需要大家共同投入 而且需要大家 真心实际的去投入 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农盘 在创新理念 创新模式方面 在机构养老的学术探讨当中 取得新的成绩 谢谢大家 谢谢张部长 作为民部的老领导 作为中国老龄协会的会长 张部长为我国的老龄事业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部长 感谢严谓做出的心心努力 谢谢张部长 好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欢迎 中国保健协会理事长 国务院参事研究员 原卫生部人事司司长 秦晓宁理事长 上台做主题演讲 节目是 构建中国老年健康服务业新合局 入京 入京 入 INF 入ıyla 入圣 入 mixed